字幕字幕提供 岳爺 謝謝 我算不算了, 工都不收就等你來 怎麼樣?哪裡不舒服? 腰吧 腰? 是 你又玫瑰姐康復了嗎? 一康復你, 這麼笨? 是 跳舞扭傷了 跳舞 拍下來, 幫你看看 跳舞不會傷到筋骨 最多是扯傷肌肉 你進房間, 我幫你推計一下 好 腰也挺緊的 看來你也很少做運動 怎麼會這麼有雅致跳舞 你說的, 給我一個機會自己 我就試試 那能否和解到 做人不跳舞一樣 搬做碗花, 又不知道客戶好不好 不如將酒開心就聽到他 你用完積氣忘恩負義 我恨死你 我以後也不要再見到你 我見張櫥很傷心 不過我想那個年輕人還傷心 我看就未必了 我剛才在廁所找到一張紙 內容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要不要一起鑑賞一下 這頓是我們最後的晚餐 吃完之後我們會過行曲路 我們的相遇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我們分手吧 這對白送足色 你不早點跟我說 你們倆是不是假扮分手? 難怪Rose姐在我面前聊電話 聊得這麼大聲 原來是引我去跟他們 那我們要跟海爺說嗎? 暫時不要說, 太太 不好意思, 是不是太用力了? 舒服當然是叫 她還叫得到大聲音樂 誰是他人?誰叫? 是, 繼續吧, 不用這麼舒服 還不能把頭抖下去 燒鵝給飯 你老闆請 他說我們父子倆立大功要重重有賞 我以為想什麼?原來想兩盒飯 燒鵝給不就好 你知道上次公司有個同事 討論了大客回來 他請人喝罐汽水而已 話說回來 究竟我們做了什麼好事? 我想浪漫一頓一頓 我們能幫忙吧? 他今天上來北京堂 他現在容光悍發 我想他跟洪回歸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麼快就沒事, 看不出來 平時他嘆嘆的 想不到處理這些感情瓜葛有多棒 你們年輕人, 很多青春, 很多時間 拍拖不合感覺就分手了 當然, 但人到中年就這樣說了 難得才找到一個喜歡的, 又適合談的 就像握在手上的鵝鼻一樣 怎麼可以放不上手? 又真是放不上手 來吧, 好嗎? 我看這裡應該是坐北向南 對, 這裡當暖夏涼 朝早和暖, 夏秋清涼 地點也好, 旺中大靜 你這麼急著來就為了看樓? 當然了, 這個樓盤跟你一樣是筍盤 手快有筍盤沒有的 對, 在這裡業主趕著土演移民 才這麼便宜 便宜過市價五個百分 是我和洪小姐的錢給你們看 真是機不可惜 那別說那麼多了, 我馬上去買 好 慢著 我先走了 老闆, 我們買一層樓不是買一棵菜 傻瓜, 我也知道了 我要買一層樓給你住 你的薪水只有一點點 又要租屋, 哪有錢花的 你看看你是不是壓力大 整個人都收拾了 面豬燈套了, 肉吃死我了 不如兩位商量一下 我在外面等你們 好 謝謝 你知道嗎?你已經輸了起跑線 我知道你很乖, 想靠自己買一層樓 但是這樣 在香港地買樓是比綜合彩困難 你也知道我疼你了 再說, 我有能力 買一間屋給你住也很應該 但是這裡才扮演分手 那裡你又買一層樓給我 你不怕大前三發炎嗎? 已經過了 大前三發炎這麼聰明 我怕萬一他… 萬一有什麼事也好 有我幫你頂住 這裡應該買多大的時機好呢? 譚律師?之前真的沒見過面 是的, 我也是入了武書官司律師行 幾個月而已 佳叔?你是怎麼站在這裡? 我看見一個這麼眨眩的人坐在這裡 就進來拍攝一下 沒有, 我約了譚律師上來 給我一些法律意見 有沒有工作要佳叔幫忙? 好 你們慢慢聊吧 再見, 程先生 錢小姐, 其實你真的要想想 我剛才的提議 除了我爸爸, 真是沒有其他方法 因為現在純有方如期交不到貨 萬事有那邊的律師 根據合約條款要求賠償 其實是很合理的 如果我們想把法律責任降到最低 我們唯有把前萬世 臨時抽起生產線這件事 作為抗辯理由 難道我們父女真的要逮捕公堂 我爸爸一定會很生氣 其實提高前萬世 是為了避免責任問題 而走的法律程序 除了我方的責任譬得清 那我的責任呢? 可能我真的高估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低估了經營一半生意的難度 我想我需要時間想想 在想是否能操控, 家室跟你說的? 那爸爸, 有什麼反應? 家室那個人很穩定的 他叫我跟你談吓 然後想再想怎樣跟爸爸說 我們也很久沒試過這樣喝咖啡聊天 以前這樣聊天喝咖啡覺得很舒服 現在覺得很煩 不煩的話, 我真的決定不了 有沒有後悔搞個尚有方? 這個品牌你和媽媽都有份 賺錢又不見你還給我 被人過說我有份 真的, 現在品牌最賣的面相條方 是你和媽媽的 我記得, 那時候你和Henry的關係很緊張 壓力令她生了一身疹 我就拿媽媽早傳那條白術護膚箱的配方 用化學成分改良, 幫你急救皮膚 你還急救我人生 這幾年專心辦事業, 我才發覺 原來人生還有很多選擇 我還沒謝謝你 我謝謝你才是真的 不是你給我這種機會 我讀這麼多年化學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但是你讀這麼多年化學 我最後還是能進一間賣身來幫忙 你那時候不是打算做科學家嗎? 誰可以跳出爸爸的手指 你比我還好 你比我還好, 把唇有芳出來 有什麼好適合, 我快去收拾 一個吧? 你說真的嗎? 他這麼大一個人應該受教訓 這條生產線明明告訴你 突然又收回, 他當然要負責 是時候要他知道 這個世界不是他想怎樣就怎樣 你想清楚 最新劇集《易天奇案2》 已經在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上架了 北美的觀眾還等什麼? 快點去下載這個APP來看劇吧